第五十七章 法华与兰戈 绿渊昏迷后 被风接住 继续悬在空中 执政长老面色平静地望向远方 那些因为怕被月神威势波及而躲远的十阶树神 九阶树神纷纷围了过来 今天的事情要绝对保密 执政长老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 是 在场实力最弱的也是九阶树神 是生命绿海的高层 他们都清楚此事一旦泄露 将会引发一场巨大的风波 无论是绿渊这名人族是数组承认的同伴一事 还是海市长老入魔一事 前者必然会另一族敌对势力产生警惕 甚至追杀绿渊 后者则会动摇生命议会 在生命绿海的统治根基和微信 无论哪个消息泄露出去 都将给生命绿海带来严重的后果 执政长老 那海市长老他 有绿齐男派系的人面色苍白的望向海面 此时海市长老绿齐男正在海上再沉再浮 绿渊刚才那一件是在帮他清除体内的魔气 他没有事 执政长老的话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 因为无论如何 绿齐男都是生命绿海的三位月神之一 是顶尖站立 不过之后他要去祖地修行一段时间了 执政长老道 众人文言都不觉得奇怪 绿齐男都入魔了 短期内肯定无法再在生命议会担任任何职位了 那他呢 有人看向执政长老身边的绿渊 问道你们还有人怀疑他吗 执政长老轻笑一声 问道 现场一片沉默 笑话还怀疑绿渊 如果说之前那场 一片是大长老故意制造出来的 那这次的事情呢 他们可是亲眼所见啊 而且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 绿渊不只是宿主的眷者 还是宿主认可的同伴 这类人在大灾变时期也出现过 他们有什么成就 这群人心里也是有数的 先回去吧 一切等他醒来再说 执政长老道 他刚才跟我说 他已经找到了治本的方法 什么 真的吗 生命议会众多高层听到这里 大喜过望 嗯 一切等他醒来再说吧 执政长老说完 用风果珠绿渊 和海面上的海事长老绿旗男 然后化作一道流光腾空而起 消失在了原地 众多数神和九阶数圣 也都纷纷散去了 今天这场战斗的具体情况 注定要烂在他们的肚子里了 不会广为流传 但是仅仅是他们这群人对绿渊态度的转变 就已经向大家提前宣告了一件事 绿渊在生命绿海的地位彻底稳如泰山了 三天后 绿渊从昏迷中醒来 他环视了一圈 发现自己正在家中 你醒了 忽然 一个声音响起 绿渊转头望去 在洒满阳光的窗台上 发现了一株鹿角状的碧绿色植物 看起来 它才被浇过水 大长老 绿渊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植物 又是什么手段 让它能够发声 但还是听得出声音是谁的 海市长老去植 我有太多事要忙 没办法来见你 你之前告诉我 你找到了治本的方法 我们该怎么做 执政长老问道 我之前在地下世界的一个洞穴中 发现了一幅壁画 绿渊简单讲解了一下壁画的内容 按照我的推断 白色圆球的那些碎块 很可能就代表着生命之能 您觉得呢 执政长老道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回想起了时听过的一些传闻 但是 就算它们可以补全生命 绿海缺失的生命之能 我们要怎么去找呢 用生命监测仪啊 绿渊脱口而出 生命探测仪 生命监测仪这两种东西 是数百年前的妖精创造出来的 前者可以小范围探测生命之能 后者可以更大范围地监测一片海域 一片大陆的生命之能 这些年来 生命绿海也一直想要复制生命探测仪和生命监测仪 但始终没能成功 腰狱不会借给我们用的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这件事 而且他们不知道还好 一旦知道了 那些白色圆球碎片肯定会落入他们之手 执政长老道 我们可以不去腰狱啊 绿渊道 您可能不知道 圣语也有一台生命监测仪 哦 执政长老恍然大悟 你说的是沉鱼岛上的吗 对 绿渊回答道 这件事可以暂时列入计划中 但具体怎么实施 还得再讨论 执政长老道 执政长老 如果最后确定这个方法可行 您能让我去吗 绿渊有些期待地问道 可能不行 执政长老道 现在你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 太冒险的事不会让你去做的 去沉鱼岛也算是冒险吗 绿渊有些失望 你只要出生命绿海 都是极大的冒险 执政长老认真地道 你要知道 人族三域不像我们生命绿海 封锁得这么严密 到处都是魔族的奸细 魔族有多可怕 想必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我知道了 执政长老 绿渊轻叹了一声 我现在要给你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执政长老道 我需要你找到生命之能流失的原因 然后继续推广天命修炼法 是 执政长老 执政长老那边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直到此时 绿渊才觉得有些不对劲 自己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忘记告诉执政长老了 是什么事呢 绿渊努力回忆着 好像是关系到一个人 一个女人 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 绿渊的脑海里 像是蒙了块黑布 她想了很久都没有一丝头绪 只能暂时放下这件事 起身去执行自己的新任务了 半年后 经过那场月神之战 绿渊在生命绿海所有星神 部分九阶树圣那里 大大地提升了知名度 从那之后 虽然她不认识他们 但他们都认识他 而且是真正的认识 在这种情况下 绿渊的诸多行动都得以顺畅地进行 接过调查生命之能流失原因的重任一个月后 她就搞清楚了生命之能 是被避天倒地下世界吸收走的不久后 凭借一个超大型的生命结界 生命议会封锁了大部分吸收生命之能的区域 生命之能的流失渐渐被阻止了 既然生命之能流失不是天命修炼法的错 而天命修炼法的最大阻止者 海市长老绿齐男也已经去职 那么之后 天命修炼法的推广 当然没有任何阻碍了 从那以后 几乎每时每刻都会新增大量的天命修炼者 相关的产业和配套设施也在不断地建设 整个生命绿海都在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 经过生命议会的审议 绿渊提出的治本方案得到了肯定 数不清的树海族人被派往圣域 意图通过生命监测仪 找到那些白色圆球碎块 不过 小半年过去了 一个白色圆球碎块的消息也没有 前往圣域的树海族人 甚至无法靠近陈渝岛 绿渊一边关注着树海族人 在圣域的行动进展 一边努力地推广天命修炼法 不久后 在一次临时会议中 执政长老宣布了一个 让绿渊震惊的决定 生命议会长老团集体决定 让绿渊成为长老团的第23位长老 要知道 他只是一名四阶妖精使啊 就算加上天象之力形成的结晶体 他的整体实力估计也才六七阶 当然了 前提是他不动用苍穹弓 和执政长老赠予的那些神器 执政长老对此解释得很清楚 绿渊是数祖认可的同伴 又是苍穹珠的主人 以他的人生经历 也不需要刻意打压或者拔苗助长了 只要等他平平安安地成长起来就行 所以 他相当需要长老的特权 以及安全保护措施 对此 众位长老都是认可的 只是这件事 暂时只能让一部分人知道 不能广而告知 大概也只有等绿渊的实力 达到八九阶的时候 他们才会将这个消息招告全生命绿海 生命议会已经做出了决定 绿渊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他心里当然是非常开心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认可 也是无上的殊荣 在成为生命议会长老团的长老后 虽然绿渊管辖的范围依旧和以前一样 也还是专注于天命修炼法的研究与推广 但是他觉得自己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 时间就这样平静地流逝着 天灾之劫发生的频率在降低 微能在减弱 地下世界那位的突破 也像是进入了某种瓶颈期 没有再制造出什么异常现象 这天 生命绿海迎来了两位意想不到的客人 绿渊受命去迎接了他们 那是两名人族 一名来自蓝玉 一名来自圣玉都是和绿渊差不多大的年轻人 当绿渊看到他们的时候 不知怎滴 他突然发自内心地产生了一种欣赏和认可 仿佛他们早就认识 天生就该是同伴一样 两位 请跟我来 绿渊向他们做出请的首饰 英俊的面庞上笑容 十分温和 那名蓝玉青年蓝歌恭敬地说道 麻烦前辈了 绿渊微微一笑 不用叫我前辈 我应该跟你们年龄差不多大 其实 我也是人族的呢 蓝歌和圣玉青年 法华文言 不禁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他们眼光转动 发现绿渊的耳朵没有分叉 是人族无遗 绿渊一边在前面带路 一边道 我原本出生在圣玉 因为一些特殊的事情来到了生命绿海 后来承蒙长老们不弃 我留在了这里 并成了树海族的一员 但我体内确实是有着人族的血脉 绿渊兄 那你来这里多久了 蓝歌好奇地问道 绿渊看了他一眼 微笑着道 在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来了 三人就这样一边聊着天 一边接近了碧天岛 作者 唐家三少 编曲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